好,好,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,不是啦,不是,不是,不是,我告诉你,他是说,哦,这个牌起了,对啊,这样,很生气,对啊,我也不知道了,我也不知道了,那个,他是说,哦,他都不错,但是这个牌起了,什么牌起了,啊,我说,哇,什么牌起了,对啊,对啊,好啦,好啦,好,好,好,没问题, 好,好,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,好啦,没风暴了,对啊,对啊,没问题,好啦,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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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,好,拜拜,拜拜,各位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打风打个大,大家伦好,我是大红,各位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打风打个大,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,因为上次在底下,很多人留言说,哦,打风,你很适合去做那个表演, 这样,但是你可能没有发现,我已经在台湾拍过一个电影,这个电影叫做《波罗蜜》,但是我们拍电影那个时候,它叫做《波罗蜜的爱》,后来它的表演改成它的名字,改成到《波罗蜜》,《波罗蜜》那个水果,这个电影就是跟马来西亚的历史,还有一些社会的故事,有关系, 但是那个时候,我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,那个时候我在中山大学的附近,骑摩托车,那一个兄弟打个电话过来,我就停下来,接电话,说,哎,那个兄弟说,哦,大风,他是台湾人吗,他说,大风,我在中山大学里面看到,他们铁了一个广告,他们在叫一个英国人去拍电影,你有兴趣吗,我说,当然有兴趣,他说,好像他们需要一个英国人可以当一个将军,我说,我应该可以吧, 他说,好,我帮你报名,留你的电话号码,说好,很感谢,很感谢,这个兄弟,他很厉害,很感谢他,因为那个时候他给我很大的帮助,而且他就是云林人,云林的,那他就是以前我常常跟他联系台语,因为他说他家里里面大家都说台语,所以我们以前会一起联系台语,他会教我很多台语,所以,很感谢,谢谢你,后来,他拍电影, 电影的公司,都打个电话过来说,哎,大风水,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中文不是那么流利,所以有一些问题,我大概不太懂他们在讲是吗,什么意思呢,但是我懂得他的集合的地点,还是集合的地点,还有时间,所以我就去一个咖啡店,见面拍电影的公司,还有他的导演, 那他就是给我介绍一下,这个电影的内容,还有他的故事,因为他说这个地影跟那个马来西亚的历史有关系,还有一些在台湾社会发生的事情,就是类似的故事,说好,很有趣,然后说,他们你有那个经验吗,我说,有一些我在高中的时候,我上那个表演的一个班, 说应该可以啦,他说,好,好,可以,可以,可以,那我们就试试看他的衣服,那听事以后,他就是说,他给我,他说,以后我们会跟你,跟你讲他的集合的地点,所以他们跟我联络,公司跟我联络,说,你要到那个高雄的高铁匠,要见面这个人,那你都会坐一个,坐一个公车,到恒春肯定半岛那边, 我说,好,可以,而且是三天两夜,所以他们又安排那个饭店,不错的饭店,我就觉得,哇,那个好玩,好,那所以,他说,先到饭店,要准备好,你准备好以后,我们会打电话,送一个人去带你去那个现场,拍电影的现场,我说,OK,所以,第一天没事做,我就在那边走一走,这样子,后来,第二天,早上的时候,六点,要出门,到那个拍电影的现场, 那个拍电影的现场,在恒春,但是在,就是想下的地方,不是在市区,那边他们有做了一个小小的传统马来西亚的小村子,他们有改的一些房子,就是那些草房,用木头,用草做的,这样子,好看,而且,因为那个时候,以前马来西亚是那个英国的殖民地,所以,有这个关系,所以第一天拍电影,顺利,没有问题,那是回饭店睡觉,他说,第二天, 流点一样,出来到现场,一个人会带你去,说话可以,所以第二天是最后的一天,然后呢,他就是那个导演,给我们解释一下,今天会发生的什么事,大风是一个将军,地里面,他给我个枪,他说,你要杀掉这个人,他那个人是一个,很重要的一个,一个有名的人,我不认识他,而且他没有跟我讲话,我也没有跟他讲话,但是,我晓得是,他是一个有名的人, 那后来他说,你把这个人,你又拉过来,你打他一顿,后来你要杀掉这个人,而且要当一个很雄雄的一个将军,他说可以吗,说应该可以吧,所以,将军,后来,我就用英文,他说要用英文,因为你是一个英国军人的将军,所以就, 砰砰砰砰砰,杀掉那个人,后来他说,我们这个小屋子,因为那边有三,四东,一,二,三,四,四个小小的房子,他说这个,我们会把它,杀给杀,杀掉它,我说好, 所以他说,你要退后,要退后,危险哦,所以,第一个,他就,给杀了,他就,杀起来了,而且你知道,如果有去过那个恒春半岛,肯定那边,你会发现那边的风,几乎每天风都很大,所以,很快,这个小房子就,杀起来了, 然后,第二个,也,同时,小起来了,第三个,第四个,全部的那个现场,就,活着很大,哇塞,人都乱七八糟,哇,发生了什么事,啊,这样子,但是,第四个,这东西,里面,有我们的人,我们所有的东西,包括那个背包,电脑,手表,手机,这类的东西,所以,我跟一个人讲,我说,哎,里面有我们的东西,他小起来了,他怎么办,他是那个人,是个, 马来西亚的留学生,他来台湾读书,哈,所以,我们就跑过去,哈,叫他,那我们到那个,那个房子的时候,打开他的门,里面都是烟,都是火,很危险,但是,一定,我的背包里面有,我的电脑,还有一些私人的东西,所以,就,拿我的,拿我的背包,跑出来,他又进,进去,那个拿他的东西,又跑出来了,第三个人,他要进去,我们都受伤,他那两个人,都被送进去医院,而且,那个时候,因为火,我的,我的手,就受伤,哈, 很痛,那他说,大风,你要去那个,你要去看医生,你要去电影,不是电影,要去那个医院,要去医院,我说,没关系了,因为那边,在那边,在地上上,有个盒子,盒子里面就是,有很多饮料,给那边的人喝,而且里面就是饼块,所以就把我的手放进去,那个饼块,说,没问题,没问题,而且大风,我是不抽烟的,但是那个时候,我说,你有一个,给我一个烟可以抽,因为这个太夸张,这个很夸张, 而且,这个故事是真的,下面,我会那个,po文他的那个,因为那个时候,那个时候有新闻又来了,做一个报告,所以你可以在下面看一下,因为这个是真的,大风的故事,全都真的,哈,虽然有时候有点夸大,有点夸张,夸大不时,但是这个故事是真的,我告诉你,哈,后来,他在,他在,前年,他在高雄的那个,电影节, 有开播,所以我那个时候,带一些朋友们去看,因为没有人相信我,那个时候,我说,哦,在台湾拍过电影,他说,你是谁啊,他们就是说,你是谁啊,你在开玩笑,气笑啊,你没有啊,说有,是真的,是真的,所以那些人,那群的人,我带他们去看电影,哈,而且我们看完以后,他说,哇,大风,你在电影,电影,里面,你很凶,因为平常的时候,大风就是一个乐观的人,哈,没有,不会发脾气,我就是这样的人,无欢无乐,哈,但是说,哦,大风,你在电影,电影,里面,你很凶,因为平常的时候,大风就是一个乐观的人,哈,没有,不会发脾气,我就是这样的人,无欢无乐,哈, 你,你很凶呢,发生了什么事,我说,当然啊,我在拍电影啊,我要当这个将军很凶凶的人,他说,哇,很可怕,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发现,你会凶,我说,哦,平常不会啊,你说什么啊,讲什么啊,没有,没有,没有,开玩笑,所以他后来就开播出来了,第一次他在韩国出来,后来在高雄电影节有出来的,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看,可能那个时候他没有那么红,但是可能大风讲到他以后,很多人要有兴趣,可能去看, 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去看,哈,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拍电影的故事,因为很多人说,哎,大风,你很适合做这个,当然,未来的话,有机会,可以做这个,当然,我有兴趣,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,哇,好玩,真的,真的很有趣,真的很有趣,所以当然,未来的话,有机会的话,我会把握这个机会,哈,所以,谢谢你们,谢谢你们听,我跟你们分享我拍电影的故事,而且有点的,复杂,有这么危险的开始,哈,但是,呃,对我来说都好玩,很丰富的经验,哈, 所以,如果有兴趣的话,你可以在下面按下Subscribe,给我个点赞,很感谢,很感谢,好,下次见哦,拜拜